20多亿人民币就想卖掉许工机械 这家公司2019年的经历轮都不止20亿人民币 9个亿人民币就想卖掉格力 目的只是为了引进一家事业500强企业 完全没有想过格力电器自己也能发展成事业500强 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企业 这种不自信的心态 我认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大家好,我是宁南山 这一集我们不谈当今中国制造的发展 我想花两集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中国制造业曾经的一段危险期 希望那一段历史能让我们今天有所借鉴 我们所说的危险时刻距离今天并不遥远 也就是十多年之前 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和中国同行的竞争关系 除了直接用先进产品占领中国市场 使用各种办法组织中国竞争对手的崛起 也是其市场战略的重要一环 在当时 发达国家的企业不仅技术水平先进 而且其资本实力也大大优于中国同行 因此直接地对中国潜在竞争对手进行收购 成为了各种手段中常见的必杀计 尤其是当时的中国资本还处于短缺状态 不少正在进行改制的企业不太适应市场竞争 经营存在着困难 大量职工需要安置 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 国内的一些企业和政府 对于通过引进外资 来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来实现地方和企业跨越式发展存在着渴望 本身也存在着被外资收购的意愿 这给发达国家企业通过收购来消灭潜在的中国竞争对手 从而保持自己的市场优势提供了机遇 今天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徐工机械 和中国最大的空调企业格力电器 在十几年前都曾经面临被出售的局面 在讲徐工机械收购案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家企业 2019年徐工机械实现营业总收入591.76亿元 同意增长33.25% 其中海外收入达到74.45亿元 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了36.21亿元 然而15年前的2005年10月26日 新华社从徐州发了一条专店 关键信息是徐工集团当日 也就是10月25日 与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签署协议 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85%的股权 该交易总价值约3.75亿美元 按照当年的汇率 3.75亿美元约等于22.42亿元人民币 而徐工集团2003年营业收入超过154亿元 其中子公司徐工机械的收入 大约占集团的60%到65%左右 也就是大约100亿人民币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当时以仅仅20亿人民币多一点 就出售徐工机械 这绝对是不划算的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作为国企 徐工集团当时总体效益并不好 很多产品线处于亏损状态 不仅面临贷款和债务压力 同时还存在妥善安置大量员工 以及退休人员的任务 而企业发展又需要投入资金研发新型产品和技术 简而言之缺钱 在当时通过债转股改制 引进新的资金和资本方 同时利用外资获取新市场和项目 是国企寻求生存发展的一种方式 出售股权 徐工也希望保留管理团队和品牌资产 以实现继续发展 新华社通告发布后 时任徐工机械董事长接受采访说 引入凯业投资将使徐工集团 获得高新技术 发展资金和新的项目 加快徐工机械做强做大 走向国际化的步伐 从这一表态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制造业的某种心态 希望通过出售企业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项目 并且认为这样可以加快企业走向国际化 对外资带来资金项目和先进技术的渴望 在招标过程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2003年春 徐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启动徐工整体改制工作 向海内外发布项目推荐 2003年秋 国内外30余家企业和基因蜂拥而至 其中有德龙集团 三亿中工等10余家国内民营企业 以及美国同行卡特比勒 摩根纳通 还有上文提到的美国财团凯雷等 有意思的是 2004年6月 第一轮竞标之后 中国民营企业全部出局 入围的6家全都是外国资本和企业 徐工给出的原因是 中国企业报价总体比较低 并且总体实力不佳 不能带给徐工好的发展 最终在2005年10月 徐工集团与美国凯雷资本签署协议 只带国家批准 事情看起来就是那么顺利 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控制权即将一手 改变这一切的是三亿中工 2006年6月起 三亿中工的总裁向文波连续发博客 披露徐工机械收购内幕 并且提出 三亿中工愿意以高出凯雷30%的价格收购徐工 另外 他还爆出竞标过程中 摩根大通曾报价 把31.98亿人民币高于凯雷的22.42亿元报价 向文波的博客文章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月之后 2006年7月 中国商务部在北京组织的听证会 将徐工集团 徐州市政府 以及31集团高层召集到北京进行质询 同时 美国凯雷集团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 也携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 到达北京活动 就收购仪式进行沟通 听证会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听证会之后三个月 徐工集团和凯雷重新签订了协议 从3.75亿美元收购85%的股权 变成了18亿人民币收购50%的股权 单位价格明显上升了 但是中国商务部仍然没有批准 又过了半年 2007年3月 徐工集团和凯雷双方再次重新修订协议 变成收购45%的股权 单位价格再上升11% 而到2008年7月 由于协议期已过 徐工和凯雷投资发布联合声明 终止合作 徐工机械被收购事件 自此歇目 中国保住了徐工机械的所有权 在十余年后 2020年6月 中国工程机械杂志公布的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枪中 有11家中国企业入榜 其中 徐工集团位居全球第四位 无独有偶 在徐工机械讨论出售的同时 2004年 格力电器也面临着发展史上的最大一次危机 格力电器的高层在速出奔走交涉 原因是 有领导想以仅仅9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把格力电器卖给美国公司 而在2004年的时候 格力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38亿元人民币 当时政府提出出售格力电器的建议 原因之一是 希望为珠海引进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但是这也不是中国的世界500强 所以遭到了格力电器高层的强烈反对 2004年 董明珠直接到省里去向省委数据汇报 希望能够阻止出售 当时说两个理由 第一 中国当时的不少企业的治理结构 都是模仿外国公司的结构来设计的 但是格力电器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研发能力 第二 格力从1997年开始就没有银行贷款 企业并没有严重的负债问题 不存在必须被出售的压力 这次汇报完之后 书记并没有当场表态 半个月之后 省里派调查组前往格力 调查完之后决定不卖 格力电器用10年的时间 2004年到2014年给国家上税是150亿人民币 如果当时格力被出售了 我们的国家还会有这么多税收吗 连格力这个品牌可能都没有了 补充一点信息 不只是董明珠 时任格力董事长朱江洪也表示反对出售 并且发挥了巨大作用 到了今天格力电器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了1981.53亿元 净利润达到246.97亿元 在2020年的世界五百强排名中 格力排名第436位 如果当时真的以9个亿人民币就把格力卖掉了 只是为了引进一家外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会给国国带多么大的损失 尽管徐宫机械 格力电器的结局终归于圆满 但他们只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力挽狂澜 免于被收购命运的企业 但是也有很多的中国品牌更改了国籍 例如中国最大催俱品牌之一的苏布尔电器 全球最大的聚合物理电池公司ATL东莞新能源 哈尔滨啤酒 乌苏啤酒 都已经在外资旗下 也有很多中国品牌在被外资收割后一蹶不振 开始走下坡路 比如活力28,小护士,丁佳怡,美肌面膜,雨膝,大宝 中华牙膏等日化产品 有的在被收购后逐渐没落 有的彻底的消失 究其原因 除去资金,技术,企业经营等客观原因之外 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时的我们面对外资还是不太自信 人在不自信的情况下 往往会低估自己的价值 20多亿人民币就想卖掉许工机械 这家公司2019年的净利润都不止20亿人民币 9个亿人民币就想卖掉格力 目的只是为了引进一家事业500强企业 完全没有想过格力电器自己也能发展成事业500强 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企业 也没有想过今天的格力 每年能够贡献100多亿人民币的税收 200多亿人民币的净利润 今天的中国在各行各业 尤其是在那些落后的行业 这种不相信中国企业能够在未来取得巨大成功 不相信中国企业能够成为全球行业的佼佼者 这种不自信的心态 我认为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将深入中国制造的优暗历史 让我们能从中更多了解中国的产业发展 最后欢迎大家前往我的账号 亦南山产业观察催更 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收藏 我们下一集见